欢迎回到1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近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 刊登了一篇对习近平老部下的采访 采访中这位官员赞扬习近平 具有平民情怀贵族气质 近平同志的贵族气质是骨子里透出来的 这个采访被人民网等官媒转载 引发了海内外网友的热议 也是这几天 中国一篇发表于7年前的学术论文 在社交媒体上热爆 原因是此文通篇阐述 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 竟然入选重要学术期刊 冰川冻土 而且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万元的资助 那么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政党 却赞美人民领袖的贵族气质 这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从政界到学术界 中国产位之风盛行 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和执政者的喜好有无关系 我们今天也来聊聊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我想请张立凡先生来跟我们谈谈 这个《学习时报》这篇采访文章 这个文章里面称这个习近平呢 具有骨子里透出来的这个贵族气质 这个用词呢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因为很多人觉得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习主席 但是贵族气质呢似乎不在其中 那么也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低级红高级黑 我想听听您的观察 这个在我做您这个采访之前呢 有次呢请我吃了一顿饭 其中呢还特别叮嘱 就是说这个他们比较关注 就是你是否会谈论最高领导人 当然我也回顾了一下我近期的这个谈论 我跟他们说 张立凡先生的线被掐掉了 那么我想待会我们再希望张先生还能回来 跟我们分析这个话题 那么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的看法 对 所以呢就说有没有贵族气势了 主要是在于你会不会让自己的人民呢 那么有尊严的有体面呢 当你把自己的人民呢 全都膝盖给打那个段呢 让他们跪着了 你面对的都是一个贵族 跪在地上的这个民族的话了 那么我觉得很难彰显了一个领导人 或者一个国家 那么最高领导人的贵族气势 那么我现在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了 那么我认为第一 这是一个那个就是低级红 那么第二呢这是一个高级黑 第三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实话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第一个我认为低级红就在于 说这个话的人 那么当然是对习近平呢 是有个人那个私交的 那么也有近距离观察的 那么他是发自内心的 那么对习近平呢是某种赞美 但是他这种赞美呢 确实是很不符合时宜 对这个人民领袖的赞美呢 确实有点低级的点 所以我认为他是低级红 那么第二呢 那么这种低级红的话呢 我相信人民日报啦 什么学习时报啦 那么这些大的那个有政治觉悟 或者有政治敏感 有政治意识的这些人物呢 我相信应该能够看得出来一点点吧 但是他们呢 那个没有就是说踩刹车 没有就是那个行驶这么一个检察官的 这么一个看门人的这个角色了 那么把他给放大 而且把他给作为全国媒体了 来推而广之 那我觉得真的有点高级黑 但是又说回来 这也是大师话 为什么说是大师话呢 因为他其实折射了几个东西 折射了当下的中国的 这个制度的实质了 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 代表工人农民阶级了 其实就是一些所谓贵族化的 那么其实就是权贵 那么有权利 没有那个贵族气 那么就是寡头 那么所以我觉得他们心中的折射了 他们对民众的鄙视 或者他们高高在上的心态了 我觉得也反映出了 这个中国的大事情 这就是大实话 也反映出中共意识形态的 目前的混乱 好的 冯教授您对这些事情怎么看的 我是学律师出来的 对习近平的这个贵族气质 我真不到从何说起 因为这个1949年对中国 又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共产党 他掌船 他这个夺船胜利其实意味着 射底的切断中国优秀文化的血脉 1949年中共夺船之后呢 他其实是把这个中国传统的精英 贵族都给灭了 也就是说他把这个中国传统文明的载体 就是这个乡村的士绅 作为一个阶级阶层 射底给灭掉 同时也把通关之后 在城市里面生长起来的城市精英 就是他们所定义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文化代表都给灭了 就是把中国的真正的这个贵族气质都给灭掉 带出来的就一批这个脾气极强的 你看这个习近平所代表的这个红卧带这些顽固派 他本身所展现的是那种这个非常蛮横 这个趾高气昂的那种这个脾气十足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贵族这种啊 这个绅士风度 这种这个优雅为何物 所以他这个想起这个 让他们有的贵族气质 真的是这个啊 对这个这个石本身的亵渎 夏教授我们知道就是在前不久 也就是去年的年底 那么中共政治局 举行这个所谓的民主生活会 那个会上才刚刚把这个习近平封为这个人民领袖 这是中共的首次对最高领导人使用这个称呼 那么我们知道贵族气质和人民领袖这两个说法之间 似乎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 就像刚才冯教授提到的一样 一个自称无产阶级的政党 却赞美其最高的领袖 具有这个贵族的气质 这其中好像有很大的讽刺意味 听听您的看法 是 所以我就说这里边呢 就是中共的当下的意思现在都混乱了 因为我们当时说贵族呢 其实有两个英文的翻译 一个就是Aristocrate 另外一个就是Nobleman 那么Aristocrate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回到历史的话呢 那么政治学之父亚利斯多德 在两千多年前呢 那么他就把政体贵为六类 那么其中三类了正义的政体 其中一个就是贵族制 而跟贵族制相对立的一个邪恶的政体呢 就是寡头制 那么所以了什么叫贵族制呢 那么贵族制是相对于民主制 相对于君王制 这个自然政体来说的 那么贵族制就是说 由于一群社会精英他们统治 但是呢 这些少数人呢 是为了这个全体的民众的利益服务的 那么这就叫贵族制 而寡头制呢 是由少数人统治 但是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 那么叫寡头制 所以显然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当下的中国的寡头制 寡头化了 那么显然跟亚利斯多德所说的贵族制呢 其实是相违背的 那么另外一个 在19世纪的英国 当我们说到贵族了 就讲到noble那个people 那么这个贵族呢 就是有一个具有进步主义的 无论是以贵族阶级 还有王室 还再加上刚才那个冯崇义先生讲到的 就城市的这些中产阶级了 这个体面的阶级出现以后呢 产生的新的这么一个 那个就是由那个布尔乔亚精神的 这么一群人群的出现 那么所以他们呢 就是体现了一种贵族的风尚 这个贵族的风尚 不仅是社会的精英 同时呢要为社会担当 有社会的责任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如果习近平没有接受民主制 他没有就是那个 受到人民的这个普通的选举的话呢 那么我觉得第一 他既不适合做就是人民领袖 这个呢也是一个前约的一个头衔 同时呢 那么他也对贵族制呢 其实也是一个羞辱 因为贵族的一个在传统的政体中呢 那么他是有一个 那个对全民的担当的 那么所以这点呢 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好的 有两位网友 刚才立刻寄来这个评论 我想引用他们的这个评论 一位叫Richie的一网友 他说呢 他说贵族气质是贵族精神 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现 贵族精神的本质是奉献 是无私 是心计天下 是包容 而习则是自私自利 贪污腐败 唯利是图 打击异己 争权夺利 他说虽然习近平当了国家领导人 那也是权斗的结果 他的领导地位 并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 其无知和幼稚与专横 更像一个社会痞子 在混黑社会 下层官员 不惜用尽谄媚的语言 去拍马屁 以求得阴头小利 这种社会 若是能够前进 那就真是见鬼了 还有一位叫 余次郎的网友 他说中国什么都缺 就是不缺马屁 而且传统习惯上 中共越是缺少什么 就会越吹捧什么 当他们吹嘘 看见了习近平的贵族气质的时候 就表示那些吹捧者 知道习近平最大的弱点 就是他的一身的土气 所以他们就在这种 无产阶级的环境中 宣称出了一个贵族 好 接下来我想听听 冯教授对于刚才 这两位网友评论的一些回应 我想他们的评论很到位 就是我刚才已经提过 现在这个中国的官员 特别是一个红二代的这些官员 他们到处去悬要他们的红色血统 而自以为他们最有资格来掌权 但是他们这种传利 它是完全通过这个 一个党国体制里头 由上面任命下来 根本没有得到公民的认可 所以他们本身之间 根本没有这样的 真正的掌握国家传利的资本 所以他这个写进出来的 完全这种非常野蛮的脾气 就是它是脾气十足的一个政权 所以他这个硬来去吹讽 这个贵族气 这是非常具有这个讽识意义 夏教授 我们知道过去一两年来 中国这个个人崇拜之风 现在有点死灰复燃的这个劲头 那么除了官员和官媒的宣传 和造势之外 就是连这个学术界 现在也加入这个流血拍马的行列 把这个比如说习思想习讲话 列入这个高校的重要教学内容 那么很多的高校的什么研究项目等等 还以这个习思想 甚至梁家河等作为这个研究的项目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您觉得这种风气 是不是得到习本人的这个默许 甚至是鼓励呢 但是在中国这个民智已开的这个中国 在这种做法在这个普通的民众 各级官员还有知识分子当中 是不是激起了反感 听听您的分析 是 我认为就是习近平 他在历史上搞这种倒行逆施 那么继续回复到这种极权体制 当然是目前中国出现这种荒谬 政治现象或者社会风气的一个总根源 因为我记得就是 王亚南在他的中国官僚体制研究 这本书里边 那么他的学生在编他的书里边 就提到王亚南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在专制体制下了那么你只有三类人 那么一类了就是那个上面的了就是骗子 那么一类了就下面的了就是这个傻子 那么另外还有一帮看客了 那么就是雅子他们看得懂他们不说 那么其实中国了当你有上有那个炸 下有鱼 然后呢中间了再有些那个欺骗了 那么我觉得当然就会出现这种燦眉文化 另外呢我想那个就是讲一讲了就是 在那个党阀和学阀之间呢 因为有这种燦眉文化了 我就当然就有天然的关系 因为你可以看到当习近平 他上升到中国最高领导人以后了 其实他的底气是不足的 包括他的贵族气也是不足的 那么所以就像玛格丽特沙切尔英国首相说的 他说当你要那个向别人解释你是一个贵妇人呢 他说你就遇到麻烦了 那么同样的当你想象别人呢 那个好像那个营造一种形象了 我是一个贵族了 那么也就说明了你也遇到麻烦了 那么因为习近平在这上升过程中呢 他也没有想到他会做上中共的最高的就是首领 也没有想到会作为中国的最高的国家元首 所以其实他周边的人呢 其实是非常的少的 男人呢是不多的 那么也就是他的人脉关系了 没有让他了 就是说收落了天下的治国良才 相反了 就像我以前在美国之音也同样的说过 他周边呢 集聚着一帮呢 就是尼丘人格的人物 那么有许多人呢 他们不是贵族 他们呢其实就是痞子 他们不仅是痞子 比痞子还坏 其实很多就是土匪 你想想周永康 那个徐才厚 什么令计划 那么所有那个包括薄熙来 哪一个都出来 不是肮脏无耻 那个就是完全没有底线的 没有道德底线的 那个就是土匪或者痞子 那么同样的 你可以看到习近平的他的手法 在那个铜锣湾书店里边 就是因为铜锣湾书店 他们要想发行本书 就是习近平和他的七个女人们 那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从这个书 想暴露的内容 和习近平处理的手法 其实都反映出了 这么一个最高领导人呢 说实在话的 没有就是作为一个 治国领袖的 最基本的人文数字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他下面的人呢 那么其实要想把他给吹捧起来 要搞这种个人崇拜 而他下面的人呢 确实有种武大蓝开店呢 那么下面的伙计呢 也不知道怎么吹 所以我觉得就闹出了这种笑话 好的 因为张立凡先生刚刚被切断 那么现在他回来 我们立刻请他来 就这个事情 有什么看法或者观察 听听张立凡先生的看法 我不知道 我刚才说到哪了 没关系 您把您的观点说出来 因为我怕您待会又被掐断了 我觉得既有狄红也有高级黑 所谓狄红就是说 这个本上这些旧部 他们都是地方干部 后来骤然被提拔 当然像这个 讲这个故事的这个人 讲贵柔西指这个话的人 他是已经退休了 那么这个 但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狄红 他不知道应该怎么样拍马屁 所以我倒不觉得 这个他讲贵柔西指 他有可能是由衷的 就想说这个话 所以这个呢 是他本身的低级所在 我觉得最低级的是 他请到这个 当时他请教他们的这位领导 他说 您在插队的时候都读什么书 后来那这位领导就说呢 他说我背字典 背新华字典 其实我这个是一个 很不应该讲的故事 那这个故事讲出来 就引发了很多的调侃 有很多人说 你说文革中间 可能那个新华字典 变得太差了 这个误导了很多人 特别是误导了领袖 结果呢 这个读错了那么多的字 念了白字 就变成了另外一个调侃的笑料 我觉得这个就是低级红的一边 那至于说高级黑 我觉得学习时报 或者中共的媒体 把这样的故事这个登出来 实际上是一种高级黑 当然他们主观上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不知道 但是客观上 咱们就是高级黑 谢谢 对 好 我想除了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贵族气质这个丑闻呢 那么最近呢 还有一个同时 也是无独有偶 另外一个拍错马屁的故事 引发这个网友的热议 就是中国学者徐忠明 在这个冰川动土 这个专业杂志上发表题为 生态经济学集成框架的理论与实践 但这个内容呢 无关学术 而是赞美他的导师 成国栋院士的这个所谓崇高感 还有他这个师娘的这个优美感 最让人惊讶的是呢 这篇文章获得国家两百万研究基金 是一个研究项目 那么有的人从这个事情中看到学术腐败 有的人看到这个产媒文化 也有人看到中国这个学术标准的击下和混乱 我想听听冯崇义教授 对这个事情你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非常可悲 因为当时还谈到习近平的这个赞美 就已经说到这个点子上了 就是说在这个专制制度底下 就在上者是装箱做事 装神弄鬼 然后在下者呢 是恶意奉神六西拍马 它变成一个常规动作 手态百出 应该这么说 你看这个 其实我们过来人 就是说在八十年代 中国这个士林风系 曾经有一段上扬 就是有一个 我们当时不管是说 要去回归中国古代的斯大夫精神 包括这个讲 这个孟子时候归纳的那种 这个无有不能虚 富贵不能赢 这个平静不能移 这种斯大夫的精神 或者说像现代 汉袭就是要 要这个树立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这种斯林风系 在八十年代 曾经是我们 这个非常激励人心的事 可是后来慢慢的 又销声下去了 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几年 这个对中国的破坏非常大 不管是经济上的下滑 然后现在讲这个整个 对那么多贤良知识的迫害 然后对公民社会的摧散 我对这个斯林风系本身的毒害 也是非常非常深的 因为这个他搞个过程的崇拜 这个鼓励底下的这个一般的民众 特别是包括这个读书人本身 用这个像船利信魅 来嗨辟他们的这个职业行徒 来去描绘 描述这个他们的人生阶梯 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悲 好 我想听听张立凡先生 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刚才我们举到两个例 一个是政界的产媚 一个是学术界的马屁 那么这两者之间 有没有内在的联系 就是说有种共通的文化上的根源 还有一个我自己最感兴趣的 这个问题 就是说产媚文化 往往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 比较流行呢 跟这个执政者的喜好 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想听听您的看法 当然上有好者下必善言 当然这个官场呢 肯定是拍领导或者领导人 这个学界呢 当然是要拍这个 有这个能够给自己在学术地位上 带来好处的这些人 那么当然拍自己的导师 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学术腐败中 经常见到的 从这个 当然你要具体到 这个承认是这位导师 他本人来讲 作为一个动土学家 可能他还是很有学术成就的 那么他这个学生 我觉得也属于一种无原则的吹捧 你要是说称赞你的 写一篇文章 称赞你的导师 或者说你的导师 给了你哪些教诲 使你在学术水准上有所提高 我觉得这还是可以说的 但是呢 这个损肉麻的这个吹捧师娘呢 就让人想起这个 一些不太正经的 一些想法就出来了 那比如中国的这个首艺人 中间就流传这样一句俗语 就是说 要讲学的会 先陪师娘睡 当然我们不能够就 就此认为 他和他的师娘有什么暧昧关系 但是呢 你不能不 你这种 这种场呢 就不能不让人 往一些不好的方面去想 实际上可能他的师娘也 第一是没有那么美 我们也这个 现在因为这篇文章的缘故 他师娘的照片也出现在网络上了 那么当然这个年轻的时候 这个这个师娘和这个师傅的这个合影来看呢 师娘还是一个江南女子也比较有气质 如此而已吧 也不用说的特别的肉麻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这种忏蔚过于肉麻了 让人接受不了 而且还要你要注意就是说 现在大家这个批评的实际上是这种忏蔚文化 对 而并非针对这个成院士和他的夫人本人 他讲的是一种学术上的不败 这个我觉得是要搞清楚的 谢谢 好的 下面教授 最后还有两分钟时间 我想请您点评一下 在中国这个 比如说从政界到学术界这种产蔚 我们知道比如说在美国似乎很难想象 对官员或者是学术人士进行这样的吹捧 我想听听您觉得在中国这方面 这种东西能够存在它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对 当今的美国了 当然我们可以说可能那个Sara Sanders 或者是Kellian Conway了 可能会这样做 但是基本上美国的其他的官员呢 不会这样做吧 那么我想说在中国了 恐怕主要的因素在于 今天的这个专制体制 其实在强化中国人的这种 依附关系 对权力的依附 在过去的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的那个思想的影响下 那么今天又得到更一步的强化 所以我觉得你把学术独立 那个就是破坏了 刚才冯松一也讲到了 你把思想自由也破坏了 那么精神的独立 思想的自由 大学的这个校园的独立 包括复旦大学修改校章 那么所反映出的这些所有的动作 其实就使得中国的人上上下下 包括学者 堂堂的学者 都失去了这种人格 失去了骨气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把中国人变成一种 恢复到婴儿状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恐怕最大的悲哀 所以我想最后说一句话 就是卢梭 在那个启蒙运动中就讲了一句 就说抛弃你的这个婴孩状态吧 那么因为你们是成年人 所以我觉得中国恐怕 也面临着这么一个就是挑战 好的 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 我想引用一位网友的评论 一位叫为自由的一位网友 他说习近平性格极其的虚荣 好大喜功 爱听马屁 中共那帮腐败官员 深谙其口 投其所好 争先恐后的拍这个习近平的马屁 都想从习近平这个自大狂身上 获取最大的利益 他说中国国内对于权贵 产魅风的盛行 马屁金一波接一波 说明中共权贵 已经不屑于无产阶级的遮羞布 迫不及待 要把自己骑在中国人民头上 作威作福的丑态 吹嘘为贵族 他说习近平哪是什么贵族 他就是一个匪二代 好的观众朋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焦点电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张立凡先生 夏明教授 和冯崇毅博士的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祝您晚安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